写一本书能赚多少钱 被郭敬明抄袭的作家庄宇给出了他的答案 被梦里花落之多少抄袭的圈里圈外 累计收入为457806.27元 虽然至今郭敬明还没有如约公布 梦里花落之多少的收入 但这个瓜却引发了我的好奇 2021年了 如果把写书看作一门门槛不那么高的生意 他还能赚到钱吗 于是我来到了中信出版集团 还记得世界读书日我推荐的那四本书吗 其中三本都来自这个国内头部的出版社 这次的拍摄机会非常非常的来之不易 所以请各位把牌面打在弹幕上 这样你们白嫖的时候 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 这个饭盘一块就是饭卡 然后除了在时尚可以吃饭以外 也可以刷饭卡 然后在这边书店把书 这就是我们的700直播间 一般这个门都锁得很严 因为这种设备都很贵 比如这个导播台 然后这些机器 如果是我们做那种小直播在过的话 就是一个主播坐在这 然后前面摆这个灯相机就做直播了 然后如果只有主持人嘉宾的话 那就是两个椅子 然后后面呢 就是属于这些装饭是吧 但也都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好的书 我看你们出版社书不是特别赌 你们书都放哪是吧 那在那里放个点书 等我打个车了 大家请看 这就是我们的中信出版库房 这一横六都是你们的是吧 当然了 线上店铺啊 就是京东 拼多多 还有天猫 但这一个库房里就有7000种书 双十一那会儿 一天发过60万本书 这个库房里面的温度 要比外面冷很多 所以冬天在这儿其实挺 挺瘦碎的 包装盘 我们春节其实都是不打价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仓库 还留着双十一奋斗的痕迹 比如说成功后浪 奋战双十一 露子袖子加油干 一定行我能行 又不是共争第一 那这个就是真的是 盘库的变宁老师 就蹲在这儿 然后碰到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盘库的一个直播 他这一趟呢 叫玩出来的专注力 无名思义呢 他其实是断织练小朋友 这个专注力观察能力的 当然这期视频的核心目的 还是要探索出书能不能赚钱 于是我们请来了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华逊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叫华逊 是中兴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如果说作者是一本书的亲妈 那说策划编辑是一本书的亲爸 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除了书内容本身以外 书的定位 排版 封面设计 甚至书名等等 都是策划编辑敲定的 本视频我们对访谈的四个问题 进行了一下体炼 完整的访谈视频有20分钟 我放在了P2 首先普通人如何出书 出书渠道有哪些 常规的出书渠道 可以简单的分为 自己投稿和编辑来找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 在接触过出版社之前 可能都会觉得 自己投稿是主要手段 但实际上大多数出版的书籍 都是编辑们主导的 大出版社的编辑 一般只深耕一两个领域 所以他们会格外留意 这一两个领域里 合适出书的人 并且邀请他们出书 而个人投稿 一方面在要求上 相对于编辑主动去找的情况 要苛刻很多 另外投稿者想写的动机 一般来说也很难和编辑 以及市场需求匹配得上 所以个人投稿出书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如果你想写的是小说 那情况又不一样了 因为写小说 可以先以网文的形式 发到网文平台上 多数平台是有一套 专业的出版服饰逻辑的 如果你的网文在平台上 用较好的点击率 证明了自己被市场认可 那平台自然会帮你 把它出版成书 第二个问题是 出书赚这个钱 出版社和作者是怎么分的 逻辑很简单 在出书之前 编辑会和作者一起商讨一份合同 确定版税率 那每本书的原价 乘以版税率 就是作者在每一本书中 可以赚到的钱 那正常来说 每本书的版税率 大概能给到多少呢 这个我可以说 但是我如果说了的话 我可能人就没有 虽然内部人员无法分享 但我还是在朋友圈 找了三位 在其他出版社出播书的朋友 他们的版税率分别是 8% 10%和15% 以出版行业天花板 在世界上历史总销量 第三的哈利波特举例 总销量突破了5亿寸 我们保守假设 全球每本哈利波特 售价平均为30元 版税率为10% 那么哈利波特 给JK罗林带来的版税收益 大概为30乘以10%乘以5亿 那就是15亿的版税收入 而且这只是出书的版税 我们还没有算上 影视作品的版权收益 第三个问题是 作为作者 除了写书时间成本 还需要付出其他成本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作者只需要投入时间成本 把书写了 书籍的排版 设计 印刷 甚至一些纸质书的高级工艺 都是由出版社出钱的 当然前提是 出版社和你 都是为了卖书为目的的 如果有些人 单纯就是找出版社 给自己出本书 那成本可就另当别论了 第四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书好卖 如果一个人写书 最初的目的是赚钱 那写什么样的书好卖呢 作者本身对书的销量影响 还是很大的 背书墙影响力大的作者 写出来的书 一般都是自带销量的 出版社也愿意去出版这样的书 抛开作者本身 是否能将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 是目前市场上 多数畅销书的共通点 比如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人类简史和小岛经济学 都满足了这一点要素 最后如果在签约阶段 编辑就高度认可了书的潜力 他们在设计上 就会更愿意为这本书 投入更高的成本 比如华老师最近出版的这本 法度与人形 华老师在上面 做了很多高成本的工艺 它上面有这个人物 小人物 全做了旗鼓的工艺 然后是这个字体是做了烫黑 然后这个边框做了烫金 然后我们还把这个边 做了一个喷边 就是刷边的一个 三边就是刷边的一个效果 而且就这个刷边 大家可能看不清 刷边就是指这个颜色 把这个切口处 对 全都封了这个颜色 更高的工艺成本 也让纸蜀本身的收藏价值 得到提高 价格也得到了提高 利润空减最终也得到了提高 这本书售价100多元 首印几千本已经全部卖完了 整体来说 把写书当成一门省 也对于多数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虽然每个人都可以 打开word写点什么 但一本书动辄10万字的规模 即便你毫无逻辑的瞎写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与精力 再加上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近年来图书零售市场 增长放缓 除了童书绘本类内容 依然强制增长之外 其他品类基本上都已经略显疲态了 所以如果有兴趣输出内容 华老师和我都建议大家 可以先从门槛更低 反馈周期更短的自媒体入手 如果数据验证了你的内容 是有价值的受市场欢迎的 那其实出版社自然就会找上本来 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又会吐槽 小王的赚钱路子探测系 又聊了一期不赚钱的生意 其实大家的评论我都有在看 赚钱路子探测系的初衷 其实就是做实用性更强的商业分析 要么是小成本的创业 要么是大家可以做的副业 其实我也大可以像有些影响号一样 给大家花大饼说 每一件事情都很赚钱 来博取大家的眼球和流量 但现实社会的坑 永远比机会要多得多 如果只为了大家开心 对这些事情避而不谈 这个节目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我也深知 这个才刚刚七期的节目 还存在着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春节假期 我也会对这个节目 进行一次整体的升级 也期待来年大家还能继续试试小玩 白嫖也无所谓 你们能来看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